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走精神念十六派来是坐山客定下的 坐山客老师给我留下结甲 留下星辰塔 特别是那星辰塔属于面丽兵器 更是宇宙中至强至宝之一 有这样的至宝 我如果不钻研精神念十六派 岂不是浪费了 自己又没有近战至宝 像二师兄炎帝那样有炎神级 不管了 从实力上来看 坐山客是宇宙最强者之一 他的眼界 见识 应该比混沌 城主老师要高一些 罗凤暗道 更何况地丘人一脉就是坐山客老师引导云语 他当然知道潜力 我也感觉自己较为适合精神念十六派 还有 明月策 万星步道图都同时研究 只是都花费了十分之一二时间 罗凤暗道 先同时研究修炼吧 假设真有我不知道的秘密 将来再抉择好了 随即 罗凤走出洞窟 直接在雪地深处一飞冲天 那些雪地就仿佛空气般 根本阻拦不住罗凤飞行 片刻之后便飞出地表 无尽的雪地 白茫茫一片 寒气逼人 银甲银翼罗凤 在半空中双翼展开 摇看四周 得找寻对手一战呢 罗凤摇看四周 可个个平时都藏匿起来 怎么找对手啊 先碰碰运气吧 搜了一下 罗凤滑轨道流光 破空飞行 北方兵域 那座威俄起伏冰山的山巅 宫殿内 五大巨头之一 北方兵域之主银谋 正坐王座上一动不动 宛如雕塑 在兵域中度过了无尽岁月 银谋生来就冷漠吃顿 在无尽岁月下 更是变得冷漠无比 平常有时更是千年万年 都不动一下 宫殿外 一名通体黑色夹铠的 锋芒强者正在守卫 旁边突然一闪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正是阴谋灰下两大扑聪之一 找到那人类没有 没找到 整个兵域就没谁发现那人类 自从当年和白骨王一战之后 这人类就完全消失了 两名扑聪传音交谈 他们平常也是偶尔出去寻找 一旦找到罗锋 他们俩自然是可以立即通知主人阴谋 你守卫主人 我出去找找 黑色夹铠普送道 随即 一个瞬移便消失不见 罗锋已逆超过百年 原本对罗锋有兴趣的兵域中 超级强者都暂时放弃了 个个回老巢了 一个也没有 罗锋在高空飞行 贯穿整个东方兵域 一直飞到滨海上空才停下 俯瞰下方 看来兵与强者平常都隐匿起来 个个都不现身 想要找到强者交战 怕是得用点手段了 罗锋俯瞰下方无尽滨海 眼神忽然凌厉如刀 破 轰了一下 一股无形念力 直接朝下方滨海冰层轰击而去 当年罗锋还在地球时 第一次觉醒 念力便能轻易扭断钢筋 而现如今罗锋念力之强横 更是能轻易撕裂一颗中子星 如此强横念力 砸向冰层的后果 可想而知 周围数万公里冰层 瞬间化为虚无 强大的震动 令遥远处的冰层都啪啪啪 仿佛有巨瘦碾压式的 不断崩裂断开 那股震动波 沿着空间朝四面八方船体开去 相信很快就有强者 发现这里动静了 罗锋默默道 冰屿中真正超级强者 恐怕就会现身了 动静这般大 很快引起数千万公里外 冰海深处隐匿的一名强者的注意 能量波动 谁在战斗啊 那位异族强者偷偷冒出冰层 摇看波动方向 一眼便看到数千公里外 那道隐隐约约身影 人类 那异族强者看得一惊 吓得立刻缩回冰海深处去 人类竟然现身了 十大蜂王五大巨头 可是有好几位都在找他 他竟然敢现身 异族强者暗精 却不敢去招惹罗锋 他很清楚 那人类能在十大蜂王下逃走 还能被白骨王认定为 兵御速度第一 哪里是他能招惹的呀 至于告密 和阴谋告密没有定点好处 说不定还会丧命呢 谁干 能量波动传递向四面八方 引起一位位异族强者注意 可发现是人类都吓得不敢现身 而那能量波动传递 也是越来越弱 直至消失 竟然没有强者来 罗锋站在滨海上空 等了许久 也没有等到一位强者到来 我就不信 引不来一位赶货交手的强者 罗锋飞到遥远处 又一次念力轰击下方冰层 轰轰轰 罗锋轰击到第三层冰层时 才终于引出一位赶货他交手强者 念力轰裂冰层 领无数冰块碎片漫天飞舞 在飞舞冰层碎块中 一道身影从遥远处飞来 罗锋站在滨海上空 透过飞舞的冰块碎片 你又看到那一道身影 人类 你竟然敢现身 雄魂声音穿透虚空 在罗锋耳边炸响 同时一股强横神力 朝四面八方汹涌扫荡开去 那些冰块碎片 瞬间完全化为虚无 一刹那 天地间便已经天朗其清 罗锋也看清远处那位强者 他有着类似狮子身体的下半身 有四体 同时他有着类似人类上半身 有四条粗壮手臂 身躯呈现青黑色 就仿佛金属雕砂而成 罗锋脑海中一道讯息出现 奔雷王 兵语排名第十二 精通时间法则 竟然是他 罗锋按警 他的排名虽然比那白骨王稍微低一位 可实际上 师大封王势力都相产无几 而且这奔雷王擅长的是时间法则 我擅长的是瞬间速度 可一旦中了时间静止 我就麻烦了 他反而克制我 心中感到麻烦同时 可也同样升起了更强战意 怎么不敢现身呢 罗锋声音响出天地 遥看远处奔雷王 难道还惧怕你奔雷王不成啊 白骨王都奈何我不得 更何况你这排名比他还低一位的 人类 难道你不知道 五大巨头中有两位都在找你吗 奔雷王声音滚滚 罗锋心中咯噔一下 五大巨头 那可是代表着兵域最强战力 其中有三个特殊声明 罗锋自然心怀解析 银谋血窝都找过你 奔雷王继续道 都是特殊声明 罗锋暗自低谷 找过我又如何呀 难道我就一直隐匿不出来呀 罗锋哈哈笑道 对 他们找你是没用 因为 今天你将死在我手里 奔雷王声音也犹如滚滚雷声 战意冲天 人类 受死吧 简单几句对话 特别点出银谋血窝两大特殊生命 在寻找罗锋 就是为了令罗锋心神不定 战斗在瞬间便爆发 在遥远处足足有三十多名异族强者 分散各处 都遥遥观看这一战 人类和奔雷王交手呢 那人类可能要吃大亏了呀 那人类好快的速度呀 冰海上空 罗锋和奔雷王战斗 瞬间便陷入疯狂 雷神践踏 奔雷王低吼着 挽住一头修炼成不朽身灵的野牛 咆哮着冲向罗锋 只见他四体踩踏虚空 令虚空炸裂 电射飞窜 而且最让罗锋感觉难受的是 那奔雷王一下子 似乎就快了数十倍 一下子就纵然慢下 诡异时光流速下 罗锋还没有丝毫警觉 那奔雷王却突然 就到了罗锋面前 踏踏踏 奔雷王四体直接踩踏向罗锋 每一体都中得可怕 那踩踏飞剑的电射 都足以令一颗行星 直接化为飞灰 砰的一下 罗锋直接被踩踏在背上 事无余意 硬扛下接连数百箭踏 令罗锋整个被踩踏的 坠落向下方冰海当中去 轰弄一下 冰海炸裂 掀起万丈波涛 一道荧光从波涛中 又猛地冲天而起 正是毫发无上的罗锋 奔雷王 你接我一招 罗锋在那冲天而起的 冰海浪桃中 甩手便是扔出八颗黑球 同时暗中却是 直接施展开灵魂攻击 魂刀 奔雷王四体践踏着 虚空再度冲来 同时他手中出现了 四条斑驳古老锁裂 四条手臂每一条手臂上 都缠绕着抓着一条锁裂 锁链上的电射流窜 正当他准备迎接 罗锋念力兵器攻击时 那巫星的魂刀 却直接降临了 奔雷王的岩石雕刻脸上 忽然有了一丝痛苦之色 人类 奔雷王咆哮着 已然舞动的四条锁链 哗哗哗 四条满是电射篡动的 斑驳锁链 这四条雷点锁链舞动下 令周围空间中的时间流速 在不断变换着 雷点之狠 奔雷王那舞动的 其中一条锁链 就仿佛不是的毒蛇 猛的窜出 天空中都出现了一条电光 直接扑向那刚刚凝结成形的 兽神幻影 兽神则是立刻闪身 同时尾巴便化作鞭影 直接抽向那一道电光 哼了一下 八颗黑球 磕磕撞击在斑驳锁链上 却是个个被反阵弹开 人类 你除了逃命快点 还有什么手段呢 奔雷王猖狂大笑 四体践踏虚空 杀向我风 握着那四条斑驳锁链 每一条顿运 还真让人心颤气息 锁链舞动中 周围完全成了 雷电锁链领地 罗锋翻手 收回巴克行尘 看了一眼的奔雷王 暗存 我施展一线鞭影 和奔雷王 白骨王 黑铁王他们比 的确差雷仇 屋底下 双翼一展 在半空中 留下曲折轨计 拉开和那 贝勒王距离 别逃 奔雷王咆哮 他总算见识到 什么叫兵御第一速度呢 罗锋却是 看都不看他一眼 而是盯着左手掌心 就看我这耗费 百年研究出的 念力兵器 攻击手段如何了 罗锋眼中 有着一丝期盼 瞬间掌心中 融入的星辰图中 就被印刻了 复杂的法则密文 如此复杂的 复杂的法则密文 足足需要动用 十六颗星辰 才能完全承载 十六颗星辰 八颗音有着紫色光域 八颗则是 五紫色光域 去吧 是展 奠机奔兴 这一招的威力吧 罗锋眼眸中 有着期待 掌心上方 悬浮的 十六颗星辰 直接飞起 万千金色四千串联 勾动宇宙本源法则 在滨海上空出现了 过千米的 巨大兽神幻影 兽神整体 模模糊糊 仿佛物气凝聚 好似随时会崩溃似的 唯有那尾巴 片片鳞片清晰 片片层叠 形成过千米长的 巨大兽神尾巴 那无形霸道微呀 从尾巴上弥漫开来 反而兽神身体 其他部位 却好似空气 这幻影还不如 刚才那一个 一口气就能吹得崩溃掉 本雷王笑声震天 实际上 却是盯着 瘦身幻影尾巴 他也察觉到 这尾巴有巨大威胁 去 无动的四条锁链 同时化作四道电光 窜向瘦身幻影 瘦身幻影 一粒半空 当那四条斑驳锁链窜来时 那条宛如真正 瘦身的林家尾巴 终于动了 轰隆一下 一动便快得吓人 那林家尾巴 几乎瞬间 便抽打锁链上 其他三条锁链 也连脚伤而来 可是 在这条林家尾巴 抽打下 四条锁链都震动扭曲 被抽打得直接 乱飞倒退开去 好 期盼看着这一招 威脸的罗锋 顿时露出喜色 竟然能正面击溃奔雷王攻击 果然呢 只要我全力研究 念力兵器之法 来驱动星辰图 这质保星辰图 就不会让我失望 遥远处观战的 兵域中的数十名 一族强者 虽分散各地 却各个目等口袋 他们在兵域中 岁月都很漫长 百年时间 对他们而言太短散了 他们没有想到 在百年前 只能在白骨王面前 逃跑的人类 竟然能够正面击溃奔雷王 他拥有十大锋王实力 进步这么快 太离谱了 罗锋本人却知道 一点都不离谱 这星辰图的每颗星辰 都是重宝 特别是 十六颗星辰在图圈联系下 形成完美的一体 透过罗锋施展的秘法 更使得威力叠加 所以 星辰图才算得上是质宝 如果没有图圈在其中整合 单单一盘散沙的星辰 即使十颗百颗千颗 数量再多 也没有资格称得上质宝 自创巅峰绝学 才算不辜负质宝啊 罗锋按席 不过按照排名上的描述 本类王的重宝锁链 可以融合为一 那才是最强威力 而且他到现在 都没有施展时间停止 我不能大意 而在东方冰域上空 一岛黑甲身影正在缓缓飞行 他正是五大巨头 阴谋徽下两大扑聪之一 黑甲扑聪正在寻找着罗锋 说是来寻找人类的 实际上是散心眼 黑甲扑聪脸上 有这一丝轻松 那人类哪是那么好找的 顺便出来逛逛 整个冰域 谁不知道我是阴谋的扑聪 没谁敢对我下手 真是质疑我 嗯 黑甲扑聪猛地转头 看向滨海方向 能量波动 去瞧瞧 黑甲扑聪当即一个瞬移 搜了一下 便到了距离战斗之地 大概上千万公里高空中 黑甲扑聪摇摇看去 一眼便看到 千万公里外的两道 一大一小身影 大者是那庞大瘦身幻影 小者是那奔雷王身影 奔雷王黑头巨树子战斗 哪来的巨手啊 不 黑甲扑聪一瞪眼 迅速发现了更加小的人类身影 是人类 人类竟然在这里 对 那巨兽幻影 是他施展的念力兵器 攻击引起的 情报中早就说了 黑甲扑聪大席 我竟然发现人类了 立功了 我立大功了 主人知道我一定会很高兴 立即去禀报给主人 黑甲扑聪立刻一个瞬移 直接消失在东方兵域上空 抵达了北方兵域 他主人一摸到宫殿门口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